我觉得它很像,就是橙软 它,它对,啊 今天是一期奇奇怪怪的水果测评 给你们三秒钟时间 把它们的名字打在弹幕上 真的张对弹幕了,喜欢吗 这一视频是因为前几天我在旅行的过程中 外面吃的时候,想点水果的时候 发现这个就是翠柿 然后我一吃,发现它很好吃 而且我以前都不知道有翠柿这种水果 然后我就发了个微博 我发现,怎么全世界都吃过翠柿 只有我没有吃过呀 然后我就不甘心 所以我今天就买了很多我自己没有见过的水果 其实我觉得你们一定跟我一样都没有吃过 对不对,反对打在弹幕上 一定是没有吃过的 好的,我们现在第一个来吃翠柿吧 翠柿是今天我唯一吃过的一种水果 然后它切好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它切开了以后是 看上去就很像很像苹果 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像 翠柿的苹果的那种口感 翠柿的中心这个部分又特别的甜 特别的水 它就是带着柿子的那种甜味 但却没有软的那种柿子这么这么来的甜 然后非常清甜的一个味道 嗯 你以前吃过吗 没有 对啊 后来都没有吃过我觉得 翠柿我们想吃的是这个 你们已经猜出来它叫做什么了吗 哼 就让我来揭晓答案吧 它叫做羊脚蜜 我刚才差点忘记了想找你求助 你这么一眼都不看我 因为我这是它 它叫做羊脚蜜 然后由于我第一次吃它 所以我就让老板先给我另外一份吃也好了 有一点点像蒲瓜 真的有点像蒲瓜 香瓜很香 嗯 有种瓜 这样白白圆圆的 那不就是香瓜吗 那就是香瓜 对它的味道就是香瓜 嗯 但是我觉得那种小白瓜小香瓜 它会更加甜一点 这个没有那么甜 这个也是更加脆 然后更加清香的那种味道 我们第三个水果 你们猜它是什么 让我看看弹幕里面有没有猜它是红薯的 嗯 我现在很残忍地告诉你没有 其实你信不信这个99%的人都知道它叫什么 只有你不知道 闭嘴吧 我都让店里给他们切了 它的颜色有一点点像 它像什么 我感觉它像老婆 哈哈哈 确实 它是 啊 它好脆啊 它不是像前面的水果一样 可以这样一戳它 然后它就被擦起来了 而是它一戳它 它就直接变成两半了 它就非常的脆 这个味道真的很像凉茶 你吃啊 很像被冲淡的王老吉的味道 水分非常像梨那么多汁 就一咬下去了满口的汁水 它口感又非常像 没有渣的甘蔗 像不像 像萝卜 哈哈哈 不像萝卜 你这样说也有点点像 像没有萝卜味的萝卜 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真的不想吃 我根本就恶心 你把我杀了吧 我觉得它很像 就是虫软 看屏幕 我看手机 就觉得它很恶心 但是我要吃的时候 看它本人就更恶心的那种程度 我跟你说 切开它的时候也很像 哦 这个里面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 它里面的更像虫软了 它里面是全部都是黑色的纸的这种感觉 你吃一个 你吃一个 你告诉我什么味道 我吐了 它什么味道 它是没味道 没味道吗 那我来吃一个 它这个纸 它吃起来是淡淡甜味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只是那些纸的 哎呀 别吓我啊 别吓我好不好 廷廷刚刚说 不知道这些纸能不能吃的时候 我听到了 不知道那些纸会不会动什么鬼的 吓死我了 太可怕了 说回正题 就是它的味道 这个八月大 它吃起来是甜甜蜜蜜的那种味道 然后整个口感 有点滑滑的 有点黏黏的 然后又有很多硬硬的 那个纸是硬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能吃的 然后 但是我个人心里有障碍 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你喜欢吗 我看来甜甜很喜欢 所以 应该大家是喜欢的 只是我个人觉得好像藏宝宝 我不喜欢它 今天的水果里面 我自己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是这个脆饰 非常好吃 然后羊爪蜜 这个 也非常好吃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 记得关注我们 喜欢这期视频 给我们转账频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再给我洗一个 我想吃一个视频